哈囉 導致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的精靈樂章哦 那今天的話玩的時候稍微有比較晚一點點啦 所以算是我們的那個就是 任務都已經刷好的部分哦 所以現在的話我們等級是53等 那通常這個時候的話 我都會從主線劇情或是我們就是 小島裡面啊去就是 賺取一些額外的一些經驗值哦 讓我們就是等級能夠到達我們就是那個 伺服器上限的等級啦 那今天的話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一樣是哲平最喜歡的小島技術桶的東西哦 因為小島技術桶東西真的是太好玩了 好沒問題那這邊的話 我們先來把這些東西都先種起來哦 那今天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 就是我們這邊有一大堆就是東西 是可以做出來了嗎 那做出來之後的話你就可以就是 拿去 哎餵養我們的那個島民嘛對不對 然後有一些東西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些額外的東西 那像現在的話基本上哲平這邊的牛奶群啊 就是牛牛這邊造到 呃誕生的這個牛奶哦 已經可以做成我們就是那個 真正的那種罐裝牛奶了 所以我們可以就是利用這邊的話 來這個第二個攤販這邊來做一個那個 的逛裝牛奶 但第一個攤販這邊的話 是我們的這個麵包的這個廠房哦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那個牛奶的廠房啦 那現在的話基本上你只要開啟這個 下一個島的東西的話呢 基本上他就會有一些額外的那個 東西會要你製作 所以這一次的話 基本上我們這邊排隊的這些島民啊 就有人就是需要那個 牛奶的哦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來先完成他們的一些 小要求啊 像這邊蜂蜜跟花草這邊的話 我東西都蠻多的哦 所以都可以直接繳納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麵包可能少了一點點啦 齁 這邊是曲奇麵包 呃曲奇餅乾跟我們就是那個稻米哦 這邊要等一下哦 那這邊這些東西的話 除了給你經驗值還有島的金幣以外呢 還有這個160的這個 倍率幣 那倍率幣這邊的話 你是可以來這邊購買一些東西的哦 比如說我們的那個 這邊有一些什麼 生蒙海鮮什麼之類的 這些東西的話應該都是可以就是 來買這些東西啊 那這個東西的話主要來說是可以就是 學到15級的料理 炭烤花枝的料理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可以去學會做一些料理的東西 這個的話我們之後再來研究一下 因為我之前有在想說 如果能夠就是 學到這些就是料理製作的話 應該是可以利用這些料理 然後來去擺那個就是我們那個 哎販賣區也就是交易所那邊 然後賺取那個 交易所的幣 那交易所幣裡面的話 你又可以再拿他那些幣去買一下 我們一些那個 特殊的裝備哦 這樣應該還算是不錯 那還有一個更棒的東西 就是我們這邊寵物店 我應該建議會先買一下寵物店的東西哦 因為寵物店這邊的話 你可以買我們這個虎斑貓咪啊 或是我們這個丟點黑財跟魔法黑貓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買一下哦 這兩隻長得好像還蠻可愛的 這個魔法黑貓跟虎斑灰貓 那這邊怕狗嘛 所以我們就先不買狗了 我們來買一下這個 魔法黑貓買買看好了 還沒買過這個遊戲的寵物 我看一下發生什麼事情 好購買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 他會花付費我們貝殼幣5000哦 然後他在我們背包裡面嗎 看一下寵物在哪裡 寵物寵物 嘿 等等 我買完之後 我不知道怎麼使用了 哎 等一下哦 啊還是在這個 犬圈這邊要要更改是不是 好像有了耶 對對對變成黑貓哦 他是從這邊換啦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就是餵食 餵食他這樣子 蠻可愛的 所以基本上他是更換這邊的 那個小貓咪這樣子哦 可不可以放大一點 哎可以耶 可以放到這麼大 然後 哎他其實 這隻貓塊比人還大了耶 有點肥哦 好不好 肥貓好不好 很可愛的魔法黑貓 然後 他是在我們這邊會做一個那個 哇你看他會翻肚肚 好可愛哦 他就變成一隻超大的黑貓 那原本是我們就是那個 犬圈啦 你在這邊可以做一波更改好不好 那邊原本是這個 翹 翹臀 猜犬好不好 也是蠻可愛的 那這邊換成我們這個貓貓的話就可以 空塊齒動物進行旅行 旅行時間縮短我原本的80%好像都差不多 對這邊的話都還差不多 所以 之後的話應該還會多出更多一些不一樣的寵物哦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換一下我們的這個 魔法黑貓 所以倒閉的話這邊可以就是做蠻多事情 你可以學一些一些新的食譜啊 或是來就是換一些新的寵物這樣子哦 那寵物這邊的話應該不是讓你跟他就是一直出去戰鬥的哦 所以就是 比較像是一個顧家的寵物 然後你可以去 拜訪別人家的寵物這樣有沒有 這邊 基本上你可以拜訪清單 你可以去 他們那些地方然後做一波衛食啊 然後看一下他們家園長什麼樣子 就是我們一般的那種就是 家園系的遊戲會有一個東西哦 就可以去恭喜別人的村莊 不是你就是可以去暗淡別人的村莊之類的哦 好那這邊的話他的是我們這個 小柴犬哦那你可以就是拜訪一下 也可以可以餵食的人 然後餵食之後的話你就可以就是 有一些不錯的獎勵這樣子哦 那這邊的話 目前好像看起來是只有我有養一下我們的黑貓 其他好像都還是一樣是這個 翹臀柴犬哦 對這邊也是翹臀柴犬 我來看一下 我們自己的夥伴 像那個什麼Lulu啊跟利豐啊 這還有阿文是 我每天晚上都會跟他們一起打副本的夥伴 看一下他們家園有沒有變得比較特別 還是都只有我自己在玩 我看一下有沒有是不是只有我自己在玩家園系統 哦他們狗狗不在 嘿嘿嘿嘿嘿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可以拜寵物出去的時候 應該是哦他這邊的話他的狗狗不在哎 哇居然嗎 好沒關係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利豐的 利豐的狗狗在嗎 還是他們都沒有換貓咪哎 真的哎他是狗狗 他也是狗狗 都沒有人換貓咪哎 哇 你們是不是都不喜歡貓咪啊 我覺得貓咪還蠻可愛的啊 阿文這邊也可以餵食 我幫他們餵一下哦 所以基本上這邊的話 基本上餵食東西的話 哎他也是換黑貓 哦終於有一個跟我一樣換黑貓的了 可愛可愛好不好 然後餵食 吃飽我就要去外面旅行哦 哦所以基本上像我們平常的話 我們自己小島這邊 如果有人來幫我們餵食東西的話 那我們這個黑貓他就會出去玩 那出去玩之後的話 應該是可以取得一些 就是不錯的東西回來哎 但是我好像沒什麼朋友啊 因為其實我好像沒有跟太多人 呃太多自己的朋友說 我有玩這個遊戲哦 所以 就沒人來餵我的貓咪哎 怎麼那麼小氣 我還差三個人哎 是不是該餵我了 朋友太少了 沒關係那這個我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寵物 出去外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還蠻想要知道的哦 哦這邊有 可幫自己好有餘工會寵物 呃成員餵食寵物 同一隻寵物不可以重複餵食 每天可餵食十二次 前六次餵養可獲得額外的獎勵哦 然後寵物被餵餵八次後會出現旅行 並於旅行結束後帶回伴手禮哦 每四次短途旅行 會進行一次長途旅行 長途旅行會帶回大量高級的伴手禮 所以這個的話 有些人就是會在公會這邊 請大家來幫忙按一些寵物啊 像我們這邊公會的話就有人說 可不可以幫忙餵我們的寵物有沒有 幫我餵貓謝謝 所以基本上這個遊戲的話 基本上還算是可以 就是跟朋友做一波互動啊 就是可以叫他們來你家餵食貓咪這樣的感覺哦 所以好 你換了一個寵物的話 應該可能貓咪拿到的東西 會跟那個狗狗的是不一樣吧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 有看到一些不錯的 或是不一樣的一些拿回來的東西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這邊了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先來把我們這個 曲奇餅乾啊 跟麵包這邊先給他解決 因為曲奇餅乾我們這邊沒了 那曲奇餅乾做法的話就是 稻米要三個 然後雞蛋也要 然後還有蜂蜜哦 所以其實 稻米我還覺得還算蠻缺東西的 因為真的是很容易沒有哦 好 那這邊的話呢 這個可以可以ok了 然後牛奶這邊的話也ok了 然後這個 差一個曲奇餅乾哦 現在曲奇餅乾荒啊 好不好 曲奇餅乾跟稻米荒 就這兩個 那這兩個用完之後的話 基本上主要來說就是累積我們的倒閉啦 還有倒的等級 因為倒的等級就是跟大家講過 就是開啟越來越多東西嘛 像我們這邊豬豬的話 基本上是17等才會開放 那下一個會開放的話 應該就是 13等嗎 還是12等會開發 哦13等級會開放的東西 好不好 還沒看過 反正就是我們現在才10等啦 所以還有超多東西要養的好不好 我們就是慢慢陸續的跟大家介紹 我已經真的算是 要養農鋪 怎麼了怎麼了 有人找我參加婚禮耶 是不是在跟我炫耀 嗯 啊我剛按了怎麼沒有過去 哎 來不及了是不是 啊教堂這個嗎 對對對參加參加 啊 婚禮進行中 目前無法參加婚禮 哦我要去 我要去外面 我要去野外地圖哦 因為我在家裡啊 從家也不能直接去婚禮 我們要在外面 好 去參加一下人家的婚禮好不好 意外的人都參加別人婚禮耶 哈哈哈 還蠻好笑的走走走 走啊走啊 參加 看一下結婚典禮是怎麼樣 以前玩線上遊戲的時候最喜歡找網婆一起那個 參加結婚典禮好不好 意外的 剩餘時間 27分鐘 有沒有 啊怎樣 怎麼大家都在這邊放技能 哦我要放一下 哈哈哈 什麼鬼啊 鬧場是不是 啊新娘 新新郎跟新娘都還沒看到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一直打場是不是 大家 哦 擊退哦 有啦有人在打怪啦有沒有 擊退被三位引過來的這個貪吃果凍庫 所以我們要那個 守護大家 他們的這個婚禮的蛋糕啦 各位 哇 哈哈哈 哎約 婚禮還有那個 大兔兔會來干擾哎 還蠻有趣的 啊打完之後應該就可以幫他們解決一些 婚禮的東西吧 哇結婚還好辛苦哦 結婚還要打怪 哈哈哈 還蠻有趣的 因為以往來說以前的一些遊戲基本上就是 結婚的話就是去婚禮看到一些東西嗎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就是 要來幫那些就是新郎新娘來打一些那個的 哇 這個是新娘嗎 阿貓 對真的是新娘哎好漂亮哦 他真的是有那個哎 就是婚禮的衣服 然後這個應該是那個吧 就是 要娶他的嗎 我不知道哎 我忘記這一次的那個 結婚對象是誰了 好這好像是我們工會的人員啦好不好 什麼啊結束了嗎 呵呵 所以他只是來找我們打兔兔而已是不是 還可以再進去嗎 看一下 還是我們被請出來了 因為我們沒有帶伴手禮之類的 是不是 結婚副本啦好好笑哦 有沒有 還蠻特別的哎 這等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來結婚看看吧 哇哇哇哇 哇這人是穿泳裝啊 哇哇哇哇 我最近先私底下研究一下 好像可以穿泳裝哎 感覺好像還不錯 哇 真的是 這是很有就是以前那種玩遊戲的感覺 因為其實玩遊戲 以前玩遊戲的時候真的會 就是有那種情侶啊 就是會在線上結婚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 可能老婆還是會去當兵什麼之類的啦 我們就祝福他們好不好 祝福他們結婚快樂 我今天原本是想要跟大家介紹寵物系統 結果沒想到意外的參加了別人婚禮 然後還幫他們處理了一些那個 鬧事的兔兔哦 不過這邊好像就已經沒有了 所以剛剛的話應該就是你 結婚的時候會有一個 婚禮的副本什麼之類的哦 這邊新娘子好像阿貓還在 那你老公在哪裡了 你老公是不是討了 你老公呢 嗯 阿貓的老公咧 哈哈哈 還蠻有 我覺得真的是很有就是 真的線上遊戲的那種感覺 因為線上遊戲的話 就是大家以前都會在一個公會裡面啊 然後 互相就是聊天啊 然後就是 一起在這個一個地圖裡面 然後去就是聊天啊 掛網啊 或者結婚 或者打怪這種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 小管遊戲目前來說真的是 還蠻有那種就是 還沒有那種就是 感覺的啦 就是有 有點像我們當初在玩線上遊戲的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還算還不錯啦 我覺得還算 ok 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今晚就這樣意外的參加了別人婚禮囉 那你們有沒有用玩這款遊戲 有沒有結婚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那個 結婚典禮的一些狀況這樣子啊 我覺得應該還算是蠻有趣的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品牌見囉 大家拜拜啦